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居然可以去到这个地步 真是差点的 你以为我小花招的背影 被小块了我怕的冲刺 我是不会让你犯仇的 你前面好厉害 你前面好厉害啊 快点是我的 救命啊 有老鼠啊 救命啊 老鼠啊 救命啊 王胖兄 咱们冰个泥索我活得一下子就被超越了 哦 咱还比个屁 收拾收拾各回各 前面好厉害 一下一下就被冲刀了 不要怕公主 我不是坏鼠啊 其实我是一个被组装的王子啊 那颗缩小菇也是我种下的 就为了等有缘人来解除我的诅咒 哟 不行啊 和老鼠青青什么的我做不到了啦 不用青青啊 谁说要青青的啦 这样子威真的可以解除诅咒 是的 只要你态度足够诚恳 就一定能解除我身上的诅咒 好吧 谢谢你 美丽的公主 老鼠青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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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呗 祖周解除了 祖周解除 你干嘛呀 祖周已经解除了呀 你不是说原来是个王子吗 没错呀 我就是艳蜀国的王子啊 啥 没有错 我就是艳蜀国的王子 艳蜀国王位的继承者 我艳蜀国与田蜀国 为了比谁更忙而起的冲突 两国战略一直不断 可狡猾的田蜀国居然使用巫术诅咒了我 那天我醒来后 发现自己变成了田蜀 无论我怎么解释 大臣和百姓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只好一直流亡在外 直到我遇到了一位先知 她告诉我 必须要找到一位人类的公主 狠狠地揍我一拳 才能解除我师生的诅咒 而那位公主 会在这几天内来到这里 到那时 我只要如此这般 好吧 诅咒已经解除了 那我先走了 拜拜 走得好快 听我讲完呐 等等 本王子还有一些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为了报答你帮我解除诅咒的恩情 我决定娶你为王妃 当下我的王妃 你便是一属之下万属之上的王后 有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参菜都能吃蚯蚓哦 我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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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 怎么又跑了 而且跑跑好古典啊 哼 你说不当就不当吧 我堂堂一国储君 一言祭出司马难追 好 既然你不肯 那我就来应的 看我的绝招 土盾 我的土盾可以日行千里 你是逃不掉的 束手就擒吧 这块地下的石头意外的多呀 人呐 躲起来了吗 你躲起来是没用的 我现在恢复了原样 就可以调动我的士兵 包我为这片森林 你是逃不出去的啊 完蛋了 快出来 这下可怎么办呢 快出来啊 嗯 该怎么办呢 快 蓋儿 会有只天鹅在这里啊 诶 等等 先不管为什么会有只天鹅在这里 我如果求她的话 说不定就能带我飞离这里呢 呃 没错 就是这样 行我们看 嗨 那个 你一定很好奇吧 为什么我要躲在这里 对吧 其实 我逃到这里来已经好几天了 从我们那个鸭群 鸭群 对啊 我们那个鸭群住在一个漂亮的湖边 我从小就在那里长大 可是大家都嘲笑我 又丑又大只 还叫我丑小鸭 我好伤心 好难过 等等 你又不是鸭子 你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呀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你不是一只丑小鸭 你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呀 原来 我是一只天鹅 是啊 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搞清楚 原来我是一只天鹅 我不是一只鸭子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我从小就和它们长得不一样 怪不得我长得要比它们快 原来 原来 此时此刻 我相信 我看到了 我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 多谢这位姑娘指点迷迹 我总算明白过来了 不不不不 是我指点错了 你根本没明白过来 你其实应该是 嘿嘿嘿 我找到你了 天鹅 不对吧 明明是条狗啊 狗 你是说我身后这东西吗 不是了 你搞错了 晴天注意知道吧 它不是变身后 经常拖着一个 不知道哪来的后车厢了 差不多 就是类似这种东西了 你的后车厢会叫啊 都跟你说了 你是一只 不要再吵了 你 跟我回宫做冬妃 天鹅大人 请带我离开这里 没问题 在所不辞 来吧 走 坐稳了 我要起飞了 不用了 你就普通地跑出去就好了 飞 我飞 神儿鬼 这位小姑娘 看你的身形 你是小人国的吗 不是 我是不小心吃到缩小姑 才会这样的 哦 这样啊 那你想不想恢复原样啊 想啊 我听说 小人国国王有变大的秘方 要不 我带你去小人国吧 真的吗 好啊 好 那就抓紧了 不要加速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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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乐 我好 走 我好 拴个蘑菇 拴个山菜 可疑的话加点香菜 拴个皇后 拴个夏花 最后再拴个冷笑话 鞋肉帮牛白夜海带街豆腐泡 土豆片煮久了很容易碎掉 鸳鸯锅分开酸烫干了酒加水 冬豆腐澡殿下才能入味 而长期上八下就可以夹起来 要是辣的不行喝一口豆奶 拴几片星宝谷 金珍谷明天见 各种万字拼盘皆一盘 拴个斗皮 拴个同好 放开肚皮 绝对吃的宝宝 拴个牙蟹 拴个西兰花 最最最后再拴个冷笑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